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想各位假如注意到我们的社会现象 大家一定跟我一样 有点忧心忡忡 目前的社会现象 有肉脚 有肉干是不良的现象 的确需要在我们加以导正的 我们都知道任何社会的现象 它都有因有果的 那么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因果的现象之后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因导正才有好的果 所以想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就想透过用福利它来导正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 那么福利它主要主要就是要透过大家这个心性上的修为 每一个人真诚地我为大家 大家为我 我想我们社会一定可以埋向一个祥和的一个社会 好 谢谢检察长 那现在想要问的是 那因为我们由这个九华山的地藏案所举办的这个福利它 它是一个具体的行动的方案的 那我想要知道一下检察长对于就是在这个活动上面 它推展的主要的信念跟目标 没有办法间短的就是跟我们大家说一下 福利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有价值的方案 所以我们把福利它设定了一个四个主轴 一个是关怀 一个是责任 一个是前瞻 一个是实践 那么是不是容我用简单的方法来把这样四个主轴的核心价值 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关怀能够改变一个人 可以改变一个社会 可以改变一个团体 所以关怀非常重要 第二个是责任 我想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他一定勇于承担接受试炼 不会因为有一点挫折 就退缩 就未却 我们都知道任何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征兆 只要我们有敏锐的观察力 那么我们对于任何事情的判断 就会比较有精准 把我们的关怀 把我们的责任 把我们的前瞻落实到日常生活里头来 那么这样才能够成就一方或是一方的大事业 对我们的家人 团队 对自己才是一个好的 美好的一个一个实践 谢谢侦察长 那刚刚我们讲到说这些福利它要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才是具有意义的嘛 那这边就想要请问一下 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 对 那我想其实这些应该是无所不在的例子 无所不在 所以这个非常好 这个问题太好了 任何一个有意义的事 不见得轰轰烈烈的 是 主要是有利益与大家的 都是福利它 譬如说 今天我在路上走 看到有一个玻璃碎片 我怕这个玻璃碎片伤害了人家 我顺手就把玻璃碎片捡起来 丢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也就是福利它 那下一个问题想要问的是针对这个活动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活动 它其实报名的资格是有限制的 那其中一部分是说 有40岁的限制 那所以想要请问一下检察长 为什么会有这个年龄的限制呢 今天的青年是我们社会的未来 社会的青年都很好 我们社会的未来一定很好 也基于这样的考量 所以我们把 这个福利它奖分成三个类别 一个是高中 一个是大专 一个是社会青年 那么社会青年是40岁以下的社会青年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问的是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方案其实 它提供了一个非常优渥的奖金 对 那所以想要问一下 如果我们想要获得这些奖金的话 这些方案如果在评审 在评审上面有哪一些比较着重的地方吗 对 我们评审的四大主作 还是落实在关怀 责任 前瞻 实践 这四大部分 是 好 那我想关于更细节的部分 那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网去看一下我们的报名的简章 或再更仔细的了解 好 那请问一下 刚才有讲到奖金的部分 我想有一些高中的同学 或是大专的同学 可能也是满想知道的 所以不知道说这个奖金方面 大概是有多少 奖金我们刚刚跟大家报告 他分了三个组 那么最高的是社会青年组 是 他得奖就7万块 那么除了7万块之外 我们另外给他7万块的实践奖金 实践的基金 对 实践的基金 这是社会青年组 大专组 我记得我印象假如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少1万 好 7 6 5 好 那么详细的 是不是请大家可以上这个 九华山地账案的网站查询 好 是的 那其实不只是第一名有奖金 其实我们的前三名 都是有奖金的 对 那至于就是更详细的奖金金额 那希望大家 踊跃再去上网去看看 对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 针对服务力 他我们提出的问题 那不知道检察长还有什么 想要补充的吗 总而言之 假如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将福利他 奉为自己人生的导师 奉为我们人生的闺脸 你慢慢的可以怎么样 可以行有不得 缓求自己 可以让你的信量 由小而大 可以让你做任何事 都以平常的心去面对 你就比较不会换得换失 那么我想对自己也好 对家庭也好 对机关团队也好 都会有莫大的利益 莫大的好处 是 谢谢检察长 那我们常常都听到 施笔寿更有福 是 或者是帮助别人的快乐 远比自己得到的快乐 会多的还要更多 那所以希望藉由这个活动 大家可以踊跃的报名 让我们一起来享受这样子的快乐 好 那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